这么说的 我会给你解释的好吗 你别这么激动好吗 你理智一点行不行 好 王硕够爷们 放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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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别怕 叔叔在这儿 来 介绍一下自己 朋友大家好 我叫王硕 今天25岁 来自广州 我说一切就有可能吧 你的梦想超乎我想象 来 来 来 我们了解一下 王硕 你什么时候对小丹有感觉 或者你对她有没有感觉 习不习惯 你说呀 不喜欢是吧 你不喜欢小丹是吧 你不喜欢小丹 你照顾她干什么 王硕 你不喜欢我 你为什么对我那么好 是我自己乱想 是我自己自作多情吗 你来到这里你告诉我 你不喜欢我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叫我 我不想 我就要这样 你怎么就一直这样 你们俩别吵了 你说呀 王硕 王硕 不要吵了 我照顾她其实 刚开始是陈宇宇给我打电话的 说帮我照顾她 你这兄弟对她女朋友到底好不好 其实我刚开始感觉她们俩挺好的 在一起的时候 但包括这次回来 其实我来的主要目的 也是希望她们俩能够和平分手 你也希望她们和平分手 我希望她们和平分手 因为我当初帮着陈宇来 去追回小丹 但是我没想到今天 发生到这个地方 你怎么说的 你现在要我们和平分手 你觉得小丹是还喜欢你吗 陈宇 我当初以为你回来 你追回小丹 然后小丹还喜欢着你 但现在呢 现在是她一个人在闹笔记 我不希望你也跟着上来 你们俩和人在一起说 我去哪了 我们俩还有联系过吗 陈宇 我只希望我们三个关系能好 就像原先一样 我把你当兄弟才这么做的 行吗 王硕 你把我当兄弟 我也真的把你当兄弟 我才打电话给你 告诉你不要来 这个事情很容易解决的 我们解决了 下去再说好不好 解决了吗 现在 王硕 那你来了 问题就出现 你能不能不要说了 王硕 我就想问问你 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我现在不想问别的 我想说别的 我就问你几个问题 知道今天来干什么吗 其实我今天是不打算来 周图老师 但是 小丹也给我发信息 他告诉我 我不来我会后悔 有一个秘密他还告诉我 我不知道他没跟我说什么 我就想听听 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秘密 你能让我兄弟抛弃这么多年的感情 跟你跟你半年的感情相换 王硕 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王硕 我现在就告诉你 你们去年一起做的那个项目 你得到消息是亏了钱是吗 不信你自己问他 不信你自己问他 这个问题跟这有关系吗 到底亏没亏你心里清楚 他明显在挑拨我们 我没有 你不要 我只想让王硕他明白他怎样的一个兄弟 你别说话 你听我解释 你先告诉我小丹说的是什么事 这个钱 项目的事 我自己都不知道亏了赚了 他说刚才说是 他怎么会知道赚了亏了 我现在是不是又回来钱了 没回来钱就回来一次 回来多少第一次 三十万 你给我多少 你给我十万块 陈宇啊 你就这么把我当兄弟的吗 这十万块钱 我只是暂时打给你 你不知道我钱从哪来的吗 十几万都是我借来的 我仅打那样钱我都投给你 我相信你 你就这么对我是不是 我跟你讲 我没有想坑你的钱 能明白吗 我没有想坑你的 那你现在做的是什么 不是坑吗 好我跟你讲 钱我是打给你十万 是我的错 你没有错啊 我怎么错了 你知道我打钱给你的前一秒 老王在我办公室怎么讲 我听说你兄弟玩错了 最近天天到小三家里给人家煮东西吃 两人走得挺近的 小薛阿姨都看着你们两个成双路对的走 你让我怎么想 你相信老王你都不相信我是吗 我承认我 我为什么照顾小贾你不知道吗 我承认我当初是错了 但是我请后一秒 我帮你 你换位思考一下 如果我是你 你会去照顾他吗 我心里真的很难受 我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但是我后一秒就后悔了 你听得明白吗 后悔你有这么有理由吗 别说 真的我刚刚 我告诉你 你这样做 你就是在打我的脸 没有 我不是 我并不是真的想挑补你们之间的关系 我只是想 你才不是挑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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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关系变成这样 变成怎么样 就想把这一切解释清楚 别吵了行吗 你们三个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够混乱 现在又扯上了经济 你是来告白 是说情感的问题 你跟我扯上经济的事干啥 吴老师 我真的很气 现在我不管你气不气 你现在就说情感的事 钱的事台下算 这是完美告白的舞台 不是经济论台 好吧 跟他的话 跟他的话 只限于情感之内 不说情感的事 听见了没有 接下来是小丹 对陈宇和王硕的告白时间 王硕 但是你要相信我 真的是一死糊涂 我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你要相信我 我们这么多年兄弟 我真的不会去看你的钱 不要说了 王硕 王硕 我真的把你拿到兄弟 你这么对我 这么错了 你真的错了 刚才说了 王硕 钱的事 稍微私下说 不要再说了 不要再说 我现在不想听你说话了 我不知道我们的关系 什么时候发展到现在 会增东西的时候 我想都想不到 我做梦都想不到 我想到了吗 为什么我会把钱 给你让你投资啊 别说了 我不就当时认识 你又说我要起创业吗 别说了 那个时候我家里没给我钱 咱俩想创业对吧 咱们两个一人提一个工具箱 跑天桥那去贴膜 结果人家到了网上 我们收摊的时候 跟我们说 土地费100块钱 要不因为那次你受伤了 住进院了 我还能能发到信赞吗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认为你是很好的人 是我兄弟 但是你今天做事 你要怎么去弄 你知道我成语好面子 你也知道我成语爱吹牛 我成语这辈子可能真的没有什么好朋友 但我是真把你当朋友 当兄弟 别说了别说别说了 以后就再说 真的不想说 钱的事情 我下了台 马上把你剩下期望全部打过去 我给你这些钱的时候 我就说过 有钱一块转 有事一块扛 现在我不是再跟三两 不要再说了 我不想再提了 你明白我不会跟你三两 这件事情 是我对不起 我成语 在这里 给你道歉 我也不想跟你说 但是小丹如果说 他真的喜欢你 我可以吗 王叔 我知道你是一个 不善于表达自己感情的人 我今天也来到这里了 我希望你能明白我 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么做 是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我喜欢你 我不管别人怎么想我 我不管你是不是 成语的兄弟 我只想你 我只想你跟我在一起 我只想你跟我在一起 小丹 我这一次回来 我是真的跟家里闹翻了跑回来 我没有想到会这样 今天会变成这样 我也不想 但是 我已经知道你的意思 如果真的会这样 我会成全你们两个 我觉得 因为我的过错 真的伤害到太多了 王硕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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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宇在现场表示 愿意成全小丹和王硕 并在下台后 归还王硕应得的利益 在兄弟情和爱情之间 也许我们会很难抉择 但是 勿忘初心 方得适中 在陈宇退出离开后 一直因为兄弟情 只是对小丹悉先照顾 而没有丝毫见语的王硕 会接受小丹的告白吗 王硕 我希望 你能认真的回答我 王硕 我不问你要不要跟我在一起 我就想知道 你 你喜不喜欢我 你 你肯定是因为喜欢我 才能照顾我的 不是吗 你告诉我 不是因为你兄弟 你告诉我是因为 你喜欢我 你说 我是承认我 刚才什么是喜欢你 但是那种喜欢 我说不清楚你知道吗 但是 今天发生这么多事情 我现在脑子特别乱了 真的 我不是故意去挑拨你和陈宇的 我看到你们 能和好我也很开心 我只是希望你能忘记过去 忘记你心里面那些所谓的阴影 小丹你现在让我忘记过去 你觉得可能吗 我想跟你重新开始 我不可能会跟你在一起 小丹 为什么 是我照顾过你 我承认 但是 我觉得换个谁都会去那么做的 而且我现在真的 今天的我能和昨天面对面 我们都没做 我最后问你一次 心情不适合 你要不要跟我在一起 亲爱的 我当时不懂得 这都是我的 不是你给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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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把爱情比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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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